我是金圈里的温婉大小姐,却和魂不令的江家太子爷江燕订了婚,为她做尽出格的事情。 她爱飙车,我就去学赛车。 她爱喝酒,我就学了吹评。 江燕惹事,我善后,她发火,我微笑安抚。 我成了公认的模范未婚妻,大家都觉得我爱惨了江燕。 江燕也是这么觉得的。 直到她给她归国白月光接风洗尘那晚,我一点点扯开她攥着我的手,认真的说,解除婚约吧。 江燕,那晚,他们都说,江燕疯了,给江燕订的生日礼物到了,是一只男表,品牌的经理专门来送的。 银灰色的表盘,走针铜色系的冷条,和江燕最喜欢的那辆跑车挺配的。 这表江燕很久前随口提了句,我却为了这表折了不少时间经历进去。 经理看我看得入神,她感叹道,楚小姐对江少可真好啊,您是我见过对未婚夫最上心的人了。 这话没说错,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,没人想到楚家的女儿,会对金圈最混账的江家太子爷江燕一见钟情,拉大提琴的手,为她学飙车。 从没沾过一滴酒,却为江燕挡酒挡到未出血。 很难想象,我这样安静柔和的人,会执着成这个样子。 我对江燕的深情,只是皆知,连她身边那群混账朋友,都老老实实的叫我一声嫂子。 甚至网上都称我为模范未婚妻,说我是豪门连云里唯一的真心玫瑰。 经理奉承的说,楚小姐,看来和网上说的一样,您和江少好事将近了。 我的目光从手表上收回来,很轻的笑了笑,和无数个期盼婚姻的女孩那样羞涩,说,希望吧。 可我转过头去,看见落地窗上倒映的身影,一点也不快乐。 江燕生日是在明天,一般前一夜,她都是和那群二十族鬼混的。 我发消息她根本懒得回,但我现在收到了一个视频,来自江燕,但明显不是她发的。 视频里看着像在夜店卡座,周遭吵闹,江燕仰靠着沙发闭着眼,脖子上有励志,女孩靠在她的怀中,很轻盈的在她唇边落了个吻。 她不光自己拍了视频,还知道江燕的手机密码,给我发了过来,和宣示主权一样,附带了一小段语音,声音清脆,她问。 江燕说,她还没吻过你,是真的吗?你信不信,江燕从没爱过你。 我信,怎么不信呢?我暗灭了手机,说不上来什么感觉。 我知道江燕有个又爱又恨的白月光,一直接受江家的资助长大,和江燕身边人玩的都挺好,大家都当她半个妹妹。 前两年她出了国,没想到现在回来了。 看视频里,江燕是给她接风洗尘呢? 还顺便接了个吻。 经理眼睁睁的看着我脸上的笑意散尽,十分忐忑。 我抿了抿唇,重新笑起来,旁边有一点酒窝。 李经理,以后不用送男表来了。 他压一地抬头,我准备换衣服出门,摇了摇头,有点遗憾。 没有婚约了,不需要了,我不要江燕了。 我知道江燕在哪,已经很晚了,夜店却很闹腾。 我看见他们的卡座了,还在玩游戏,一杯杯的酒碟摆着。 只有江燕那白月光苏星站着,他估计刚输了游戏。 江燕吃笑了一声,苏星,你回头找我,不就是缺钱吗? 一杯酒一万,苏星咬着唇,刚喝了半杯酒,六腔的眼泪连连,喉咙烧疼。 江燕眼神变身了,夺走他手上的酒杯,改口取笑,或者,脱一件衣服,十万。 在场的人倒吸了口气,有人提醒,江哥,你还有嫂子呢? 别出格了,大家都没看见走过来的我,只有站着的苏星,突然抬起眼,朝我的方向看过来。 眼神很挑衅明了,就算你和江燕订了婚,他还是爱我。 我终于走到了卡座边上,这里从刚刚那句提醒开始就变得安静。 大家这回都看见我了,慌忙的站起身来,冷汗连连的喊我,嫂子。 我摇摇头,看着江燕从始至终都没转过来的头。 我了解他,他的脖梗乃至后背都绷直了,紧张江燕的一塌糊涂。 江燕最亲近的跟班凑近我,小声解释道,嫂子,都是误会,我除了上厕所的功夫,一直替你看着的。 江哥一直在闭眼睡觉,刚刚才醒,就说了那一句过分的话。 他看着我的眼睛,突然越说越小声,大概也意识到,眼前的这个人有多纯粹的喜欢江燕。 我认真地听完,没关系,他输了口气,我看见江燕的后背,也松了一点点。 然后,我脱下了左手中指的订婚戒指,放到了苏星面前的桌子上,柔和而平静。 一万十万的,太慢了,这个戒指送给你。 场面瞬间倒转,灯光特别暗,我没空注意苏星他们的表情,几乎是摸黑,小心翼翼地往外走。 却听见旁边的江燕,突然起身,把我落在桌上的戒指攥起来,桌子被他狠踹了好几脚,刚刚苏星要喝的酒杯,连同旁边的香槟卡碎了一地。 突如其来的暴力,让苏星和边上的人尖叫起来,只有我安静地等他发泄完。 江燕在生气,因为我脱了订婚的戒指,他从后面扯住我的左手手腕,把那枚戒指准备重新套上去。 我听见他嘀嘀的声音,几乎听不见,有点哽咽。 江燕说,对不起,我转过身,缓慢而坚定地扯掉他的手,轻声道,江燕,取消婚约吧。 江燕捏着戒指,死死地看着我空荡的无名指,下河线咬得很紧,声音挺低的,试问在场的人,谁喊的楚银,语气很平静,和暴风雨前的海面一样。 这帮人都是金圈的二十组,但江燕身份太高,一向都是捧着江燕的,都知道他的脾气,现在就在发疯的边缘,一个个都疯狂摇头,色着嗓子。 燕哥,我们哪敢啊?苏星有点心虚和害怕,往后退了步,脚下的碎片刺来一声。 江燕瞬间转过头,眼神落在苏星苍白的脸上,他声音很抖,下一秒他就被江燕掐着脖子底到墙上,江燕眼底都是利器。 苏星,我给你脸了是吧?边上人人自危,一口气都不敢喘。 从香槟塔碎掉开始,夜店里的人都往这里看了,估计认出江燕了,举着手机再拍。 经理带着安保匆匆赶到,满头是汗。 苏星剧烈的挣扎,有一瞬间,我以为江燕真的会掐死他,一堆人乱糟糟地围着他,却没一个人敢劝阻的。 我才开口,江燕,够了。 江燕瞬间松开手,低着头拿着纸巾用力地擦着手,他的钟指上也有一枚戒指,内圈刻了我的名字首字母。 我看了一眼手表,时针分针秒针,都刚好转到零点。 我走过去,轻轻地抱了一下他。 江燕,生日快乐。 松开手的那一瞬间,有液体掉到了我的脖梗上,冰凉的。 从我脱掉戒指开始,江燕就一直垂着眼睛,没有看我,原来是在人眼泪。 回去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,司机开着车,我坐在后座,城市陷入了雨夜的宁静之中。 后头突然有猛烈的引擎声响起来,有纯黑色的摩托车,从后面追上来,一直到和我并行。 车窗外,江燕开着他那辆少说几百万的摩托车,淋着滂沱的大雨,执着地跟在车边上。 这么大的动静,很难不注意到,司机从后视镜里犹豫的看我,询问我的意见。 我摇摇头,说,不用管他。 江燕没那么容易妥协,一直都是他当太子爷,别人都得看他的脸色形势。 他根本不怕死,司机不停车,他就把速度加满,轰隆一声加速超过了我们,然后横过来挡在了我的车前,硬生生逼着司机急踩刹车停下。 就差一点就能撞到江燕,很惊险。 还好这是晚上,路上的车很少,雨越来越大了,都要看不清江燕的身影。 他从横挡在路中间的摩托车上下来,走到了我的车门边,沉默地扣着窗,有种执拗的疯狂。 我把车窗降了点下来,雨气一下子就窜进来,雨水沿着江燕的眉眼往下落,一只小巧的戒指被他递进来。 我没有动,安静地看了他一会,江燕的唇都是苍白的。 我说,江燕,你吓到我了。 他好像被烫到了一样,猛然眨了眨眼睛,不知道是不是被雨水自到了,水沿着他的眼角滑下来。 他什么都不敢再做了,感觉快站不稳了。 我重新关上车窗,让司机绕开那辆摩托车,继续开车回家。 江燕一个人被留在雨里,浑身湿透。 这次,他应该不会再追上来了。 我回去洗了个热水澡,却发现自己的微博不断被艾特,甚至上了个热搜。 大家都在猜,我今年给江燕准备的生日惊喜是什么? 前两年我给江燕的生日准备的都挺大的,去年是满城山茶花,整个城市都是江燕最喜欢的花。 当时引起了不少波动,我的微博有不少人关注。 这些年我为江燕做过出格的事情不少,有些也传到网上,很多人挺科我和江燕的。 我的微博底下都在艾特江燕,她的账号从不发东西,但关注她的人也很多。 但她的关注者只有数字,一,是我。 她不玩微博,只是我在这里会发动态,她会看。 我看了前排的评论。 江燕,透露一下,今年楚楚给你准备的是什么? 江燕上辈子,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,有楚楚这么美这么温柔的未婚妻,把你当国王捧着,真是羡慕死了。 江燕,我要有什么样的睡觉姿势,才能梦见和楚莹在一起? 杀江燕,夺楚莹,我笑了一下,挑了最上面的人回复,我打了字,是,今年没有生日惊喜了。 我和江燕解除婚约了,语气平淡,却一时激起间层浪,微信不断有新消息进来,暗以前我会把所有人都回复安顿好。 但我把手机关上,安安静静的睡了一觉,明天还有场硬仗要打。 睡前,大雨打窗,我突然想起,我很久没想起时序了,但我才睡到一半,就被叫起来了。 楼下会客厅都是人,除了我爸妈,还有江燕和他的父母,连江燕的爷爷都来了,老人家地位高,轻易不出山的。 我爸在殷勤地给他介绍旁边的古董墙。江燕没坐着,直直地跪在地板上,听见我下楼的动静,眼睫很快地差了一下。 我没休息好,脸色乃至嘴唇都是苍白的,在场的人都面露怜惜。江燕妈妈攥着我的手,她一直都很重于我,就算储家的地位远不及江家,但无论是谁,都不会觉得我配不上江燕。 我活了24年,各方面都好得挑不出任何毛病,任何人都只会私下里说,江燕才不值得储盈那么好呢。 江燕妈妈看着我说,云莹,昨天的事都是阿燕鬼迷心窍,说错了话,她已经知道错了,回去已经跪着求我们,不然我们和她爷爷也不可能舍了脸来。 那个苏欣,艺术天赋好,一直是我们资助的孩子,在我们家住过,但和阿燕没有一点关系,最多只能算妹妹。 我妈也笑了笑,阿燕就是那个性格,我们知道的,阿燕能喜欢我们处盈是她的福气,都是误会,讲清就好了。 三言两语一切都太平了,甚至都在商讨婚期了,我走到江燕面前,她的眼神落在我的白色鞋面上,我说,江燕,哥哥会和妹妹接我吗? 我拿出手机,点出苏欣发的偷亲江燕的视频,在她面前播放。 江燕别过头,不肯看,脖子上的痣随着呼吸,轻微的颤抖。 她估计昨晚就搞清发生什么了,哑着嗓子和我解释,那时候我睡着了,手机密码是你的生日,都是她乱说的。 苏欣是被人带来的,我没想过见她,我把手机放桌子上,在场的人不看也得看见了,虚假的和平维持不了了。 江燕她爸默然起身,拽过旁边的手杖,就重敲在她的脊背上,又狠狠踹了几脚,丢人现眼。 我后退了几步,好几个人上去拉架,江燕也不还手,一点没有平时不可一世的样子,闷哼了几声,一双眼睛一直看着我。 也许,她也发现了不对的地方,我就像她每次赛车时那样,同样柔和的看着她,没有一点动容。 她压着的暴力翻出来一脚,江燕擦了擦嘴边的血,眼力却都是眼泪。 楚莹,就算解除了婚约,哪个男的敢站在你身边,我会杀了她,外头的雨早就停了。 我想,如果那个人,早就已经死了呢?最后是江燕她爷爷一锤定音,解除婚约,不是儿戏,两个孩子都先冷静一段时间,要是楚莹还觉得不合适,那就算了。 江燕他们前脚刚走,我就被一手杖打在背上,跌倒在地,我爸手里还捏着那根手杖,冷冷甩下一句话,给你一星期时间拿桥,之后哄回江燕。 我痛得说不出话,蜷缩在地上,却笑了起来,刚刚江燕她爸顺手抄起的手杖,本来就是用来打我的,就放在这面我爸精心收藏的古董墙边。 没人知道我的优秀后面,是一根精致的手杖,我已经很多年没挨过打了,因为我这些年,各方面都做得很好,哪怕是为了江燕做了那些出格的事情,都是在父母的默许之内。 直到我擅自说要解除婚约的事情,从和江家订婚以来,楚家拿到的好处太多了,其实在我的预料中,今天婚约就该顺利解除了的,毕竟江家一家都不是恳求人的主。 但我没想到,江燕会那么执着,家里的佣人没有人敢来扶我,我缓了很久,才慢慢的直起身,上楼回了房间,我打开了电脑,背上的疼一直要疼到心里去,我已经很久没找过时序说话了,有时候,我觉得我都快忘记他了。 我在聊天框里输入字,时序,你在吗?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数据程序,会以他的语气来回复我的话。 程序是个笨程序,词库里面总共就那么点话,很怀疑只是糊弄我的,这些年我都能背下来了。 可这些话支撑不了我走那么远,时序设计的程序自动回复说,我一直在,我一直在,我是你17岁那年,唯一的永恒的朋友。 我沉默了一会,才发送了一句话,时序,我可能要喜欢别人了,我等了很久。 这回,到电脑黑屏的前一秒,程序才运行出回复,时序说,楚莹,我一直希望你往前走,给自己擦完药,我才知道昨晚江燕发了多大的风。 那家被称为肖金窟的夜店一夜之间停业,待苏欣进来的那个跟班,差点没被江燕打死,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 苏欣直接查无此人了,惊圈闹得沸沸扬扬的,连网上都有风声,大家都在为我打抱不平。 我耐心的回复了微信和电话里为问我的人,除了江燕,我接到了一连串的电话,都是昨晚上和江燕在一起的朋友,喉咙发抖的和我把从头到尾的发生事情都讲了。 江燕最亲近的那个跟班后悔不已,嫂子,真是我的错,那个女的一来我就该让她滚的,看在她以前救过燕哥的命上才心软。 燕哥当时真睡着了,压根不知道她偷亲这回事,我就上了个厕所的功夫,你不回来,燕哥真会一直发疯的。 我拉开了窗帘,看着围墙外站着的轻瘦身影,打通了江燕的电话,我知道江燕一直没走,在这里等着,但她也不敢再多做什么,她怕我嫌她烦,只能这样远远的站着。 我打了她的电话,很快就接通了,只能听见她安静的呼吸声,很紧绷。 我问,江燕,疼吗?她声音是哑的,说,疼,哪里都痛,背上是,心里也是。 我说,我收到了很多消息,都回复不过来,会很累。 江燕说,我不会让他们打扰你了,你好好休息。 挂掉电话之后,不但江燕圈子里的人没打电话过来,也没有别的人再来慰问打扰我。 世界终于安静了,两天过去,背上还是痛,但我有一场主办的慈善拍卖药馆。 去拍卖会之前,我爸说,要是江家的婚约丢了,你知道是什么后果? 我垂下眼,点了点头。 其实一开始家里看好的订婚对象,并不是江燕。 她家是顶尖,脾气却出了名的不好,很少有我这样投铁的人靠近。 我也成了那个例外,其实江燕和时序长得一点也不像,我从没把她当成过时序的替身,唯独波梗上的小智与其一致。 但这么一粒小智,就足够我把亏限时序的好,都弥补到她的身上了。 他们总是说江燕乖丽,其实我在她身上只看到过乖,有时候生气,哄一哄也就好了。 这两年在她身上花了太多的心思,看见那个视频的时候,心里崩了那么久的闲就这么断了。 那种难过,一直蔓延到现在,我毕业后接管了家里的一些产业。 今晚的慈善拍卖会,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筹划的事情。 江燕坐在最边上的位置,眼神一直没离开过我。 这段时间她的事情闹得凶,又被江家都压下去,谁都不敢说,不敢多问。 就算是现在,大家都没敢看她,因为这个一向混账的太子爷,眼睛竟然是肿的。 她丢脸是一回事,看她丢脸又是一回事,真和她对视上了,说不准就撞枪口上了。 每出一个拍卖品,大家都竞价的差不多了,江燕才在最后晃悠悠的举牌,加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。 到现在,二十多件拍卖品,都是她这样拍下来的。 但这件不同,这件拍卖品是一副油画,大家连作者名字都没听过,画的是个拉大提琴的少女,用色归丽,连脸都看不清。 却听到次来一声碰撞的声音,江燕站起身来,脸色很冷,她第一次从一开始就举牌,那是一个天价数字。 一千万,拍卖会之后,我带江燕去取藏品。 其实那幅画是凑数的,石旭很久以前画的我,石旭从来不画我,只有这一幅。 结果连脸都懒得画,石旭没学过画画,按理来说应该很难入江燕的眼。 江燕一直跟在我身边,没有讲话,我停下脚步,看着江燕垂在身侧的手,刚刚她还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杯,白皙的手背上都是凝固了的血。 我从包里拿出湿巾给她擦,江燕反抓住我的手,指尖滚烫,她垂着眼,远住眼底的乖利。 我等了很久才等到她出声,她问,谁是石旭?那幅画的作者署名是石旭。 刚刚江燕反应这么大,我就猜到她认出了画里的人是我,她有些时候,意外的敏锐。 我继续帮她擦手上的血,很仔细,是父亲朋友的孩子,和我一样大,不过身体不好。 我十七岁的时候,石旭来金看病,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,她不会画画的,你买贵了。 江燕的唇敏成一条直线,苍白的可怕,她的手都在抖,不知道在忍耐什么,甚至不愿意提石旭的名字。 她在哪里?我带着她的手,按在我的心口,迎上她黑尘的目光。 在这里,我说,石旭死了。 在我心里,江燕伸出手,突然关掉了灯,周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,只有浅淡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。 我已经准备好听她乱踹什么东西,做好准备听见边上的观赏鱼缸碎了一地的声音。 她很多时候,暴力的情绪都会比正常人严重一些,可很久都没有动静。 我摸上江燕的脸,都是湿的。 江燕把我突然搂入怀中,脸都埋在我的脖梗里面,声音哽咽,她说,楚莹,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? 我安抚地摸着她的头发,轻声道,把这幅画挂回去吧,不要撕掉了,很贵的,就挂在你卧室里面,原本挂着我们订婚照的那个地方。 她僵住了,江燕的战友欲很强,尤其在我们订婚后,凡是对我有想法的人,都被她收拾得很难看。 如果她的卧室里,挂着一幅时序给我画的话,她每天都会重复我那晚的难堪,我们算是扯平了。 等了很久,她才嘀嘀地说,好,这次慈善拍卖会,也脱了江燕的福,她一致千金,慈善拍卖会的每一件拍品都拍出了高价,最后酬得的金额十分可观。 这段时间的忙碌也算是有了成果,我把拍卖会的事物筹办完,才和司机回的家,后座上有一捧山茶花。 司机善笑了一下,刚刚江少非要塞上来,我拒绝不了,江燕一直有个习惯,她喜欢的东西,会塞一堆给我,连送花也这样。 司机跟了我很多年了,开车的时候,犹豫地补充了一句,江少把小姐放在心肩上的,她只能说到这里了,我轻轻地应了一声,山茶花被我给放在膝盖上,车窗外夜景纷扰。 我一直清楚地知道,江燕就是江燕,她个人色彩太浓烈了,自由而有生命力。 我垂下眼,怀中的山茶花轻艳,时序,我要往前走了,你会难过吗?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,可是整栋房子都灯火通明的,庸人沉默安静地进出。 我习以为常地进入客厅,和爸爸报告拍卖会的情况,那根精致的手杖就被她放在身边,一伸手就可以拿到,她摆了白手,一双和我生得很像的眼睛,威严地注视着我。 楚莹,你出门前,我是怎么和你说的?我一字不差地背出来,连她的语气都学得很像,要是江家的婚约丢了,你会让我知道是什么后果? 今天会场的那幅画是怎么回事?时序的话怎么会出现在那里?没想到她还记得时序这个人,她摇摇头,看起来对我十分失望。 楚莹,家里栽培你用了很多的心血,你是我们的骄傲,怎么最近总是做出这样让人失望的事情呢?你不要怪爸爸总是对你严厉,只有严格的教育,才能培养出优秀的,值得被爱的孩子。 她盯着我,希望听到应答,我如她所愿地点点头,很乖顺。 我知道的,家里都是为了我好,但她这次没握上那根手杖,最近你的交际活动很多,让阿姨带你去那个房间睡一觉吧。 我顺时抬起头,眼睫颤抖,爸爸在微笑,做错事,都会有惩罚的,不是吗?这个房间很小,没有窗户,也没有灯,关上门的时候一点光都露不进来,是专门为我设的。 我很怕这个房间,从记忆开始,我做错事的时候会有两种惩罚,一种是被手杖打,一种是关进小房间,有交际活动的时候,就会用后者。 但这个房间比起手杖对我来说,更加可怕,那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心理恐惧。 门关上的一瞬间,不见边际的黑暗,就把我吞没进去,我全身开始发抖,挤背出冷汗,倒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,窒息感狠狠地扼住了我的脖子。 我没有叫喊,这个家里没有人会给我开门,只有我17岁那年,来家里养病做客的时序,循着哭喊尖叫的声音,打开了这山只能从外面打开的门。 我睁开被汗水迷蒙的眼睛,只能看见他逆光而来,时序安静地问我,楚莹,要不要和我一起跑? 我说好,他厌恶治疗,我厌恶家规,一拍即合,结果我们才出去了一半,他就发病了,就是那次发病,他再也没站着从病床上下来过。 爸爸说,时序后来的死,是为了我的叛逆买单。 他说,我唯一的朋友,死于我的任性,后来,我就再也没反抗过。 像是一种赎罪,一直很乖顺,一直按着他们要求的诡计来活着。 大家都觉得我很温柔,各方面都出色,没人知道,我一直被困在17岁那年的春天。 干净地时序躺在病床上,血从嘴巴里一直涌出来,他剧烈地喘息着,脖子上的那立志上下起伏。 我从没能释怀,直到遇见江燕,他是一个变数。 我几乎呼吸不过来,却突然闻见万间的山茶花气息,清明了一瞬间,挣扎着够到了远处的手机,用尽所有的力气,打出了一个电话。 瞬间就接通了,我甚至感觉无感都在离我而去,只有轻微急促的呼吸声。 江燕问,楚莹,你在哪里? 我没法应答,电话那端有风的声音,我记不清时间和空间,只知道电话一直在保持连接,那扇我再也开不起来的门,被光当踹开了,江燕站在光的那侧。 他来得应该很快,因为江燕急匆匆地抱着我,还没出楚家外门的时候,我就恢复了意识,随行的一声匆匆地跟着他跑,楚家里外都占了黑衣的保镖。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,正如每一次那么安静。 江燕,回去,他的脚步猛然收住,黑色的眼睛看着我,利气和担心都中得吓人,却和之前一样都没有迟疑,二话不说就走了回头路,到了会客厅,我艰难地下的行走,还没走两步就投昏眼花,几欲干呕,楚家的人都在这里了,这些年一直管教我的爸爸,看似心疼我每次避让的妈妈,无能为力只能视而不见的庸人们。 我拿起放置在旁边的手杖,狠狠地敲上那面古董墙,玻璃飞溅,一下不够,就两下,我不知道发泄了多少次,回过神来的时候,已经满地的碎片,手杖光当一声落地,断成了几节。 他们都在恐惧后退,看我的眼神和看疯子一样,连我爸都没说出话来。 他那时候说错了,我十七岁的时候,确实不该和时序出逃,我那时候就应该发疯砸了这里,我声音还很雅,我说,去你妈的温婉大小姐,有个梦一直困住了我很多年,我在路上拼命奔跑,握着那朵刚从枝头上落下的白玉兰一直奔跑,我是那样高兴的想要告诉我的朋友,白玉兰是怎样在夜色下发光,却摔了一跤。 可我回到病房的时候,时序被一圈人围着,心电图从头到尾一条直线,他不会再画拉大提琴的我,不会再替我打开那扇门,他不会再朝我伸出手,他让我去给他摘一朵春风里的花,却永远安静地消失在春天,消失在我回来见他之前,这更像是一种惩罚。 爸爸捏上我的肩膀,看着呆呆的我说,盈盈,看见了吗?你做错的事情,也许是别人承担后果,不要再做错事情了,好吗?很多年了,我有时候感觉自己一直在奔跑,又一直被囚禁在那张病床上。 我比时序要健康,却更像一个绝症的病人,愧疚成疾,中年未遇,直到遇见江燕,他像一个童话里的魔王,有火一样的生命力,永不畏惧,永不退缩。 我说,这一次的梦里,我没有再奔跑了,我停下脚步,把白玉兰放在了脚下,我说,时序,我要继续往前走了,你要好好的。 我在病房里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了,江燕在床檐等睡着了,只敢站一小块地方,像是很多天没睡过觉得模样,睡梦里也攥着我的手,终止带着婚戒,我的那一枚女戒被他串起来,挂在了脖子上。 我打开了微博,江燕难得发了条博客,只是一张照片,他扣着我的手,但我的手上并没有戒指。 眼间的网友看见他露出来的项链一脚,评论区都在嘲笑他。 江赏,追击火葬场了吧,大美女不珍惜,现在眼睛哭肿都没人看你,不愧是有钱人,婚戒都一个人带俩。 强,江燕一个个回复了,都是同样的字。 滚,外头的白玉兰开了,在夜幕下唇白的几镜发光。 我看得出神,回过头时发现江燕早就醒了,不知道看了我有多久,眉眼间再眉一点狂妄。 江燕一直抿着唇没说话,在很小心的等着我的态度。 我看了看他的眼睛,还是肿的。 我叹了口气,找了冰块帮他消肿。 听人说江燕这两天出门都是戴墨镜的,我以前从没想过,他会哭这么多回。 江燕突然开口说,楚莹,你接下来想做什么事情,想做什么样的人, 都可以真的去做。 我想了想,问,解除婚约也可以吗? 他顿了很久,嗓子都哑了,他说,可以,但我会一直喜欢你,继续跟着你。 除了我,谁都不可以和你在一起,就算是心里的,也不可以。 我点了点头,他伸出手,紧紧的扣住我的手,我没有推开它。 我会做我自己,正如持续希望的那样,一直往前走,不再被困在17岁的那个春天。 命运的齿轮发出气和的卡大一声。 白玉兰在春夜中摇曳,我和江燕,还有无数个春天。